HAPPY NEW YEAR 社伯万尼巴多西欧 大家好 我是Mira 自从搬屋之后 好像是第一次在这个家的背景拍视频 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浪费 因为我是病了 没错 我是病过来 就是大吉利时 TOUCH WORD 不过不要紧 我声音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早期有声音完全是沙沙 说不出话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 就是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的2016年 还有跟大家讲一下我2017年的计划 首先讲回2016年 其实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住在韩国很久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住在韩国大概加加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2014年的时候住过6个月 然后我今年3月才正式回到韩国 所以3月到现在12月是9个月 再加上之前的半年其实就是一年 0.3个月而已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好像住了几年 可能因为我这几年间真的来来回回韩国太多次 所以交到很多人误会了 那6月份开始 6月份 6月初 那我就正式投入拍YouTube 然后好像是7月开始至到7、8、9 大概这三个月我就是挑战每天更新的视频 那时候我觉得都算是挺成功的 因为我觉得每天去保持 又要想想想想想 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拍片剪片 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都很佩服那时候怎么可以做到 然后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其实都有一点累了 所以我又用了多少个月了 两三个月时间去休息 10月 11月 12月 休息到现在了 这几个月就比较松懈了一点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我 最近其实出片速度比较快了 没错 因为我打算 回到之前的速度 我希望2017年 可以继续 希望一个星期都有四五条片 这个我希望 其实我觉得2016年 是对我来说变化很大的一年 本身因为我在香港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公仔 无端一跳跳来一个完全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业 对了 亦都因为这样 所以2016年的下半年 其实忽然间变得都挺忙 甚至乎我真的超过开心 多了很多出国的机会 2016年的下半年 好像每个月都做空中飞人 我觉得都挺夸张的 虽然每个月飞一次 都不要说不累 但其实每次出国的目的都不同 亦都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建设很多不同的新东西 所以都觉得很开心 接着不可不提的就是 我今年得到了10万订阅 所以之前回到香港 就参加了YouTube的年中party 那我拿了个银色奖牌回来 但奖牌还在香港 因为奖牌其实也有点重量 而我上次回到韩国的行业 就已经爆了 所以我实际上没有多余的话 可以塞奖牌回来 所以银色奖牌暂时都在香港 我看看我下次回香港 有没有机会拿它回来 我的2016年大概是差不多了 但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我这几天病了 但我觉得自己是值得的 不够休息 因为24日当天 去完烹饭开party 然后睡了一个多钟 然后翌日25日就去出发滑雪 滑雪之后 因为有个朋友很久都没见 所以就跟他喝东西 在假日我又吃了一个很热气的薯条 所以我就弄到自己病了 虽然今天是31日 但我都只可以来到家 不可以出去 因为其实我明天本身也约了滑雪 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这样 明天能不能出发 我明天真的超上去 因为是一大班朋友一起去的 有些人是特地拿银去滑雪 所以拍完影片 视完影片之后 我就会立即休息 立即不说话 糟了我觉得百分之后 好像在沙那些 一瓶水 再吃喉糖 所以我觉得2016年 是我人生里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耶 至于2017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了 我希望可以追回以前的进度 我好想打一次 可以追回之前的进度 虽然可能不会是一日一片 但也希望一个星期有四五条 或者是定时定后出一些不同的系列 其实我一直很想做开箱 之前其实我也有做过少少开箱的视频 我觉得不错的 我自己也挺喜欢 但是开箱的话 看看是开什么相片 看开食物 还是玩具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这个再算了 这个可以再从长计议 然后我觉得2017年 我应该都会继续延续 空中飞人的命运 因为先不要说远 我知道1月我要飞两次 肯定的就是两次 最后一次是不肯定的 如果是Firm 我1月就要飞三次 我真的没话要说 但是我Firm了两次 有一次就是去日本去工作 第二次就是回香港过年 回香港过年的时候 就会顺便搞一个Firm Meeting 其实已经在进行报名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里 看长城 然后2017年我应该会 可能多了机会去日本 因为其实现在跟日本的公司谈 可能未来会有很多机会 帮日本政府推广宣传旅游 所以如果是Firm的话 我就不知道会飞多少次日本 幸好现在住韩国和日本距离够近 飞一个多钟就到 不用那么累 还有因为其实我之前粉红色头发的时候 我是拍下了一堆视频 我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剪的 那么在这个视频之后 我就应该都会出发了 之前粉红色头发的时候 拍下的一些视频 发完那些视频之后 才会再出发我现在紫蓝色的视频 所以大家可能未来半个月看到的视频 全部都可能是粉红色头发的 那大家请不要惊讶 那另外再在这里说一次 因为我听到很多朋友说 subscribe了我的channel之后 又看不到我有upload新video的一个通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subscribe完之后 旁边有一个钟键 大家按了钟键的话 才可以即时收到我的通知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miss了我任何一个video的话 请按这个钟键啦 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追踪我的日常生活的话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那就可以更加了解我的动向的啦 那今次这条片就是2016年的最后一条片啦 希望大家听到这条片之后 和你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开开心心的迎接倒数啦 我就在家里和大家一起倒数啦 好啦 那我们明年再见啦 2017年再见 byebye